腾讯体育11月10日训,北京时间11月11日,奇才将在客场挑战热火,跟怀特霍华的能阻挡状态神勇的哈桑怀特赛德吗? 奇才能否终结迭拜?腾讯体育将于上午9点对本场比赛进行视频直播,欢迎球迷们到时收看。 比赛看点,奇才表现能否有改变?奇才目前战绩只有两身九负,他们是全联盟最令人失望的球队之一,球队如同一盘散沙,那部氛围很差。 奇才刚刚遭遇二连半,同任火一战他们的表现是否能有所感官? 焦点对位,霍华德PK怀特赛德霍华德北赛季场均拿下12.7分,8个篮板,同来命中率63.6%,虽然腿部伤势人类痊愈,但霍华德的表现还算不错。 怀特赛德进来状态神勇,过去两场一共拿下40分,40个篮板,13次封盖,或华德能阻挡状态神勇的怀特赛德吗? 双方计划,两队状态都不在奇才目前在二连半中,他们如今适应不了强队,还不断输给弱队,球队乌烟战气,矛盾不少,热火受到伤病,交易流言困扰,本赛季表现也不佳,刚刚输几步行者。 好消息是之前因牺牲缺席的德拉继其可能复出。 交手记录,热火站上风本赛季两队又过一次交手,当时热火113比112显胜,过去十次交手,热火赢了八次仅仅输了两次,胜率占很大优势,塞前言论,本赛季,其他明明提升了深度,但球队在球场上的努力度没有迟,续信, 前夫格林表示,当你年复一年赛季后赛取得那样的成功,你会在进入新赛季时有些提不起精神,在被对手探奏一番前,你会有些懒洋洋的,预计双方首发,热火,德拉基奇,史里查德森,文斯洛,麦克格鲁德,怀特赛的奇才,沃尔,迪尔,波特,莫里斯,霍华的从一达到五。